今天我們來吃吃看京都應該是最強的黑醬油拉麵 沾了蛋液的麵 他炒出那個醬油的那個炭 就是那個焦香的 應該是辣椒的牛油 老闆你可以幫我捐一個半熟蛋嗎 沒有 我們剛才看到他們每個人都是拉麵破飯 這間蠻多日人在地人 對 很多日人在地人在地人 幾乎都是 這個這個怎麼 豆腐在這邊擠 很漂亮 哈囉大家好 德瑞克 今天帶大家來到京都 京都車站旁邊有一間 看起來非常好吃的一間 拉麵店 那他的有名的是說他的拉麵是非常非常的黑 然後還有他的炒飯跟叉燒肉 聽說都非常的不錯 吃飯時間都要排隊喔 開箱給大家看 走囉 嚇死我了我剛才還以為是後面這一排 人超多的 但是這邊也開始要排隊 這是他的餐 我應該就點這個 特大幸福 然後再配一個叉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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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 OK謝謝 OK謝謝 桌上調味料其實蠻簡單的 就胡椒粉 辣椒粉 然後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哇他的蠟油啊 你看裡面的肉 哇你看 裡面還有肉 藏在菜裡面 藏在菜裡面 這裡面菜啊 滿滿的菜以外 他還有一堆的叉燒肉 這一勾蛋真的蠻可愛 好啦我們吃吃看 先吃麵好不好 先喝喝乾他的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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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醬油味 然後吃吃看他的麵 麵好好吃 有印度的嗎 對有印度 這間蠻多日本在地人 對 很多日本在地人在吃不吃 而且他給的這些 這個什麼 豆腐在那邊擠耶 面很好吃耶 我們吃吃看 單點的叉燒 而且你注意看他叉燒上面還有一層這個是 油油的肥油啊 然後加了這個 它的那個烤肉醬汁 哇 很好吃喔 它那個口味比較重 它裡面那個醬汁啊 味道非常重 有一點焦味 嗯 有點醬油的那種焦糖烤鍋的味道 哇 沾了蛋液的麵 重口味我最愛 來吃吃看它的炒飯 這炒飯炒的醬色滿深的 很好吃 嗯 你剛好吃嗎 嗯 它炒出那個醬油的那個炭 就是那個焦香味 非常的重 但是它的飯是比較偏黏 對 不是 對 它不是粒粒分明的那種 但是它也不會讓你覺得撕得很噁心 對 但是香味很足 老闆你可不可以幫我捐一個拌炒蛋 放在上面 超好吃的 嗯 沒有 我們剛才看過它們每個人都是拉麵配飯 麵比較好吃還是飯 麵好吃喔 我覺得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不一樣的 我兩個都喜歡 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叉燒真的好好吃 只是你叉燒一定要配它的這個蔬菜一起吃 要不然會有點太鹹 它叉燒不會薄到沒有口感 對 配著它的蔬菜一起吃它的這個叉燒 煎燒最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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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煎燒那個醬真的有夠鹹 但是超好吃的 這時候看裡面有這個 應該是辣椒的牛油之類的 我們把它加進來吃 好辣 日本的辣通常都不太辣 辣的辣 太辣 排好长哦 幸好我们是第二批吧 这一间的话 我个人很爱 对 可是姐姐好像还好 我不会来日本 我也可能不会给自己 这一间的话我个人非常的推荐 重口味的喜欢 尤其是你喜欢吃酱油的酱烧味的 一定要单点他们的叉烧 因为单点叉烧以后 他会加的有点像是 那种烧酱油的控肉很好吃 然后炒饭必点 然后面的部分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点个小碗的就好 吃他的面的Q度跟酱油糖的气息 如果大家觉得这一间怎样 可以在其他留言跟我讲 掰掰 我们下期再见